掌聲歡迎美特 各位大家好 我覺得主辦大會在這個一點 這個時間點講得有點深度的意思 我覺得有點蠻奇怪 不過沒關係 我會講得比較 就是所說在意跟意用 不方便 那演算法那些可能就會講得比較 要講得比較請一點這樣 讓大家在過一歲的情況下面 慢慢也可以書寫過來 好 那這是今天簡報的QR Code 如果大家用手機可以上網的話 可以先掃一下 那這邊大概停個五秒鐘 好 這樣看起來都差不多 好 那我們下一頁 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那一開始就是講一下關於我自己 那還有為什麼想講這個一層 那再來就是講一下H0 Critz跟Decritz 那最後會有一個Demo 對 那Demo它的部分就是以中間三台 Python或Code可以出來 對 那關於我自己的話 是我叫Mit 那現在目前在工業做的服務 那也是一個後段工程師 那現在目前的話 已經有三 三年左右的開發 DED開發的經驗 那一直從五到七 那還會寫一些Python 就做一些相關的一些 寫一些Squiz 等等 做一些動畫 等相關的一些程式 那再來部分就是 呃 框架部分的話 我是從沒有用文化 一直到私用文化 那一直到最近 比較夯的打Rail文化 那目前的話 呃 呃 持續在那個Python上面做一些 有三年左右的那個 開發的持發相關的一些貢獻 那為什麼想講這個議程呢 呃 一開始的故事是這樣子 就是 呃 當我在 呃 兩年前的時候呢 或者先進公司的時候 大概有這些 這些的 那最下面就是我的開發 那左上 是那個 一個Fundure Manager 這是專業經理 那 那還有一個離職的 準備離職的工程師 然後還有一個要請假的工程師 對 那我在最下面 對 那 就是有一天呢 呃 就是有人要請假 有人要離職 那快樂的那天覺得就是 那Sign 說 呃你要去建模一個地台 這是他們做的 所以是 他們一起開發的地台 所以我就叫他 圈圈叉叉 因為圈圈叉 然後就在圈圈叉 好 我就說 我就沒辦法 進去嘛 進去當然就是一個 反正就是 就是這一趟來說 這個Freshman 就是一個新鮮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這個圈圈叉叉 他平台是什麼東西 好了 他就是用了一個 呃 系統用的那個 Inners Distribution 用了一個 花弦14年0次版本 然後他們有用一個 狂夾 他們用了RV 就是他版本用5.2 那PSG版本用5.5.9 好了 那 呃 我後來就想說 呃 那我剛才這裡面有什麼 東西好了 所以我就先起來 才會用H H H就跟貴盒一樣 不過H它是會 在下下去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 唐數 就是跟你講拿一擊 所以我想說 欸它是不是 他們應該有的 登錄 跟登出的相關的 一個使用者公關的方式 啊 所以應該會用一些 Hash 可是我下一些 比如說 呃 之後等下會找到 Hash的方式等等 呃 怎麼可能都找不到 後來我下 我剛才會說MD5吧 所以我就下MD5的 Q 我下去找 欸它真的找到了 它居然就是用 那個什麼SQL 然後Date 然後是Ju.1 然後就 後面我就寫了 那上面就這樣一個 等等 然後我就看到 教育小段 的Costing 就是一個 那個 我就想說 好像耐力對勁 對吧 好像耐力 有危機 後來就再一個結論 我們還知道 他們怎麼做這個 Hash 跟Nexport 怎麼做一個組織 那個使用各個密碼 他可能就是 喔 我先從 Cind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 Input的Nexport 上來 到後段的時候 他就用MD5做Nexport 那Hash 他的那個 密碼之後 就使用密碼之後 就寫到DFs 寫到Code OK 那為什麼MD5 會有一些風險呢 因為 你隨便 Google下個關鍵字 你就會找到很多Depore De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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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一些 可以可逆回去的 一些方法 那 雜錯的方式就是 他 如果說你一下 比較簡單 他可能就會被 H database 往前推 然後推出來 或者是有些可以存 把Hash存下來 那存下來之後 他就會 你可以上去做 他就可以做一些比對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範例 他居然還用擺Code 裡面那一件 MD5 反正就 好 好 那 那 在DHP裡面 有一個去貼的地方 就是你 MD5的Hash 做Ebo 的時候 你要 如果真的要Ebo的話 你要得到 你的那個 期待的詞 你要用 Depore 就是你要用完全相當 順便去換大家行李 還有指 背部等等 如果你只用Depore 的話 因為 他前面其實 他在乘是用Depore 那這兩個問題就是 你用Depore的時候 有一些H 他可能前面是01 或什麼的話 PHP 他會把它看成 他是一個數字 然後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比較不嚴謹的 那個 的那個 判斷 他是不是想的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H value 如果你要Depore的話 他是會有問題的 比如說像是 這個 因為他在前面是01 太多 那如果你中等一個的話 他這兩個其實是 在Depore 他會是相當 那如果你真的要讓他 Hash Ebo是真的要得到你想要期待的話 那你應該是用Depore 對 不過 那後面的話 就是你可以找雜抽 就是剛剛我提到 你可以用 輸入一些相關的 那種很簡單的入密碼 如果說你使用者沒有去 讓他去檢查他的密碼強度的話 你用弱密碼的話 那 當你的 資料庫被 reportable的話 真的拿到他之後 那你拿到H 他可以嗎 一個一個慢慢慢慢出來 或是慢慢去找 那 再來更嚴重 問題是 有被空拍過 就是說 MDU他有痛痛的問題 就是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找到一些 你可以用一些特徵比對的方式 去找到他 那個 真正Hash的 反對回去 他真正 他原始的那個 密碼是什麼 那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連結 就是在講 關於這個事情 那 這邊就 不贅述 那這邊有兩個連結 也可以讓大家 探訪一下 剛剛講的 MagicHash 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 很特別的Hash 以後 那下面的話 就是講說 那MDU可不定 是怎麼做到的 那 我不想用MDU欸 MDH 那 我可以用 ShowerMH嗎 那還是不行的 因為 ShowerMH 你去查的話 他其實是 在2017 2年前 就是Google已經有把它打 這是一個瘋破 就是說 他可以 也可以得到 碰撞的方式 去找到 他可能的 那個問題 所以 他 他這個DEMO就是說 他是用 他是放在一個 網站上面 那 他的方式就是說 他用兩個DF 那他其實 他只是一樣 可是其實 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其實 跟MDU一樣 就是說 ShowerMH跟MDU 他其實都是一個 不可告的雜錯 的演算法 所以當你使用 這個 去把 那個 產生雜錯的結果 才 把它寫到 寫到資料庫的話 你還是 資料庫被拿出來 會被 被 偷走的時候 你還是有一些負欠 那 這是 那 ShowerMH跟MDU一樣 有一些就是 他會找 找到 你有可能的 那個 你有可能的那個 值 他有些會發的 就是他 那個 網 線上有些資料 他會存些 可能的密碼 等等的秘密 那 他就可以用這個 去 找到你可能的密碼 那 需要換的話 這邊也是 也不用 也不要 就我也不建議 因為 畢竟 這種東西 就把它過去吧 那 那 有什麼補救方法 有一個很難補救的話 就是 你就自己設一個 鹽 把它加鹽 那或者是你就增加 那個 那它增加幾粒的難度 就再加一些 自己再加一些其他的 什麼鹽算法 然後再來HP 那 如果你要做HP股 就對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換個鹽 差錯吧 比較好 所以我這邊都講比較好 那 後來就是 因為HR1會容易被破解嘛 所以大家就講說 會往HR1其他的家屬 方向去說 可不可以可行 那現在目前這段來講的話 其實其他的還沒有發現一些 有效的 破解方式 或是一些碰撞的 那個 collision的 那個 好的解法 那 那其實有些人就是 還會 還是避免的 比較問題就是 你有可能就是上面會有一些人 就存取 他 前面這些雜錯後的結果 所以就是說 他還是可以用 類似像 blue force 就是 暴力破解的方式 去一個個去串營 可能的HH的結果 那 就翻譯一下 雜錯之後 它就像是一個 因為是支檢檔 只是它支檢檔存的是H 那你把HH放進去之後 它就一一去比對 你可能HH 對應到 它資料裏面對到的名顏 然後拿到 給你這些前面這些方法 你還是沒有辦法去 防止 所謂的暴力破解 那 如果你真的要防止的話 就是你要讓 不是支檢檔 哪些資料裏面有資 那 如果你在的時候 用前面 HHLs 那種下面的方法的話 那你就是讓 使用者去 規定一些規則 讓使用者的 密碼的 複雜度變高 對 那你就要確保 就是 它這樣的話 它可以在 它那個資料裏面 線上那些 等下收集的 字典的 小時候資料裏 不會有 那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 一些小時候演算法 可以做一些 來保密的地碼 那我們就看一下 DGP官話怎麼講 DGP官話講 DGP官話要結束 我女毛 就跟你講說 你就不要用這個 去 安製 你的 ulous 這部分就是說 這邊就是 廣網 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不要 MD5 很喜歡玩 他這邊有做一個 英文上的提示 就剛好我剛才講 其實是 可以 這就是 因為現在目前 電腦越來越協盡 它預算越來越高 所以 它就變成 你的 這些 你先找錯誤研發就可以重複進去 其實不對嘛 因為找錯誤研發反正這不可 對 所以那就是手的換成PS5H 那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他在建議是叫PFB的RightWay 那這個是一個文 一個線上的主題有一個文章 那他是在講關於 你寫PFB開發相關的正確指導 那他做的是一個Steam Framework做的 那所撰寫的 那我記得他也有重文版 對 那他的建議就是說 你就是用那個 像官網如同的官網建議一般 就是用PFB的那個 有個它是叫做S1H 那這邊是一個文章 是在講說你要怎麼去 安全的去組織你的 那個使用者的密碼 那什麼是S1H 那他包含這幾個 那第一種是Bcrypt 那Bcrypt的演算法 後面會抵掉 那再來另外一種是Arkent 那現在是目前比較多 會推第二種 因為第二種他有去 有一個就是 現在有一個競賽 叫做S1H competition 那他們比喻完之後 發現他跟PFB 他是一個目前最好 最建議的一個 雜誌的演算法 那S1H 房權呢 他在5.5.9開始 那如果你是小於5.5.9呢 就有一個 狀態叫做S1 Compact 他就是說他要Compact的房子 就是要相同進 5.5.9 以前的版本 你可以用S1H 房權 他有用純PFB的房子去使用它 不過我覺得還是升級比較好 因為這個狀態好像兩年前 就沒有在Compact 他最新是Compact 好像兩年前 對 那現在 而且現在7 現在官方MT 也開始維護7以上的 7.1 7.0 所以我還是覺得 建議這個就好 第一個 那這是一個Simple Code Simple Code就是說 它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S1D Code 那設定完之後 一個Hash 那Hash之後呢 你就拿一個Verify 就是做驗證 就拿一個Facework 或者Hash 跟你的 那個使用者上來 User Input 或者Facework 做一個Verify 然後他會知道 事情正確 那下面的話 是我們使用的方法 就是Facework 就是User Input 可能就是他密碼的定位 然後再次上一個 直定的演算法 然後最後還有一些 你要再做掌 掌握演算法 有一些選項 可以做一些設定 那如果沒有設定 就是走給你說的 那 PS4Hash裡面的 所有演算法 其他就是 D4 跟 D4 D4意思就是說 它會去找 目前 DFT上面 裝最好的演算法 當作 掌握演算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 PSP是5.5 5.9 上 那 你用D4的話 他可能會先去找 D4 那當然可能以後 他這個書會變動 假設以後 官方便一定覺得 阿根兔很成熟 成型的 那他可能有可能 看Pacework D4 所以 Pacework D4 他去找 目前他覺得 最好 最新 最強的一個演算法 當作一個掌握演算法 那 Pacework D4 就是指定 你用D4的演算法 那 他的話 其實 他掌握演算法 你可以自己設定掌握 可是在 7.1以後 他掌握的 其實是 自動去產生一個Random 就是每次他掌握的 他都會去電動 所以你就 必要再去產生 你自己指定的掌握演算法 那當然 這個是一個安全上的考量 當然也有一個好處 對 那再來換是Cost Outure Cost Outure 就是說 你要執行的時候 你要花費多久 那 他的 他的那個Cost 是將來 預測是10 那 我記得他這邊有一個文章 有在講 我應該沒有放在 他這講是說 他在算說 他的Cost 哪個比較好 他就從1 算到20 還是算到10 他發現 最後算出來那個時間 10是最 最best的 就是 最平均的 所以 預測其實用10 就夠了 那 S1H的話 還有另外兩種 就是 比如說RN2 I跟RN2 ID 那 這兩種的話 他可以再去設定更細的一些 因為取決於他在演算法 所以他可以再去設計更細的那個Cost 比如說 你要用多少Memory Post 來去達成的演算法 這在這過程當中 還有 可以設定要做 直接 要做幾回合 做幾次 還有 可以設定更細的 對 應該在這兩個的手法 可以再設更細的這個Option 那 這邊的話 就是一個關於 比如說我設RN2I的話 那 RN2I的話 這邊就會有 RN2I 他前面 這前面就是 Untendity 就是說我這個Hathing的結果 是你用什麼方式 所以他就是 會有 就拉分出來 然後用大文 就開 那這就是設你設的那個 Postion 還有你用的Memory 跟你用Size 那後面這個到什麼 後面這邊才開始 才是一個 炸錯過我的 對 那如果你是設計時 就剛剛我想 你如果設的話 他這邊就會有Memory Size 那個 Time Cost 還有那個 Size 好 因為他這邊是不怕成長 那其實就是這樣 對 那 那 RN2I也是一樣 那 呃 如果你是用 GoFranwork的話 你要Hathing的話 可以 其實他 面積有一個 叫做 Supporting文類的 一個Hathing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他其實開始已經幫你 設計好 那 他其實 他的這個 這個 其實他這個就是 剛才講的後面 幾個回合 只是他可能覺得 觀望 取 像Post的好像大康 所以他就把快訊欄看 很棒 不過他其實 等價與他 剛剛我們講那個 用 點擊5thp的 那個 那個語法是一樣的 那下面的話 其實他就沒編 就是Lessy 跟Memory 判的 那 講完前面的那個 加密跟解密之後呢 就是 稍微 來講一下 來講一下 前面 只要說 講完之後 要講一下 加密跟解密 就是所謂 Crypto 密碼缺 的部分 那 呃 把他丟掉 就是把他從 呃 幫他原來的 Lessy Tension 移除 那 原因是因為就是 他 呃 在那個 那個 Mcruz 他其實 很少 就是在 更新 他的 原始的專案 所以 只有兩邊 他在探討說 為什麼要用Mcruz 那 我自己後來也去看 因為Mcruz 他其實放在一個 多元的平台 叫SoulSport 那他其實 最新的那個 Update在2012 他距離好像 17年 好像 然後他好像很多 很多 八個沒結 就是 就是 他就有一些 一致的Bug 然後說我都沒有碰他 然後他就會一直 找到你 一直放到 然後到今天 就過了七年 然後你的臭 還是在那邊 對 你把一個Bug上去 他還過了七年 還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官方電機 他想要把他 掉了你 那 取而代之的就是 呃 一直以來就是 他們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用 一種方法 就用OpenSSL 那OpenSSL 就是跟那個 一方 或是Ninus 其他發行版本上面 的OpenSSL 然後那個 還四十部上面 跟他做綁定 他也有一個 Extension 然後跟他做綁定 那他是 在PST安裝 在Ninus 上面安裝的時候 他是 預先review的 就是你不要在 額外去按鈕 或是在便利 他是直接review 然後跟 你的系統上的 OpenSSL 做綁定 那 稍微講一下 就是 像目前 現在的 家運 就是用AES 的方式 那 AES有了三種 那 有一種叫做ECD CBC 跟GCN 那 呃 第一種的話 就是他會 給亂名文 那 你就是要用AES AES 假名 他會把 Ninus做 分組 那 分組的話 他就會穿改 那 如果 如果可能中間有一段 分組的命運 可以把它出錯 那 那 你沒辦法 就是解 就是後面 對你有沒有可能 出錯 因為他都是分組分開的 那 這個模式 大家不首先使用 那 我知道這個寫了一點 給我看一下 那個 教育是說 你拿你的Key 就是你自己的Key 你很驚訝 那 那 明文跟你的那個 跟 你這個 他的那個 Evolution 他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他那個 區塊的那個加密之後 也把一個密文 那他就是一個一個分開 那這個 最後再組起來 變成你的 加密的密文 那 他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 這個東西出錯了 那 會連在一起後面 那整個 整個就會有問題 所以那 你的密文就沒辦法 順利的 再寄回去 就沒辦法再寄回去 所以在某些情況下 不是某些情況下 不是某些情況下 就是在正常情況下 不會建議使用這個模式 來做AES的調理 那 第二種 就是用CBC 那 CBC的話 是 是可以的 那 原因是因為他是拿 前一個密文 就是前一個密文 然後跟後面的下一個 做一個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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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 跟OR 不一樣 SO 就是 DSO 那 他就會做這樣一個 所以他會依賴前面的 那個 Gentex 那 後面就是說 他會拿一開始條 初始化一個 Initial 的Vent 就是一個初始化的 效量的長度 然後他 第一個會需要使用 所以我們看一下 降過 降過就是說 你一開始要選這個 Initial 的Vent 那他 他就會在這個 SO 的時候 他就會 算出 Cyp 然後再拿 下一個 再去做 SO 所以 Nitial 他就拿這個 去做 做運算 然後他 下一個Mu 就不用 下一個Mu 就是拿 下一個Mu 當作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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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器 不會解 如果 中間 他解釁 他會解釁出來 如果真的有出錯 的話 那 可是前面這兩個 他其實都還沒有去驗證 那個 呃 降低過後的 這個Message 就是 所以我後面會有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方式 就是 那個 一個 一個綜合吧 那現在看一下 CTR CTR是另外一種模式 那這種模式 他其實跟前面其實有點像 那 他的模式就是說 他直接拿 就是 設定幾個技術 然後 然後就直接這樣講 他這個X4 那他跟前面不一樣 就是說前面 還需要 第一個還是要學到一個 那 如果你用CTR 模式的話 就沒有 他就直接把這個 Best Sense 這個 一開始說實話 想要拿掉 那 呃 因為前面 呃 因為有可能你會去驗證說 你降低過後的 Message 是不是跟 是不是 呃 是不是 呃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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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是不是 呃 你法 或是 或是 哪一個 指電的法 所以 所以就是我們要需要驗證 訊息的來源是不是正確 所以訊息的來源就是 要驗證他的方式就是 你拿一個金釀 跟訊息 那之後得到一個 就是MAS 他的權益就是MAS 用Nation Code 然後判斷訊息來源是不是 是不是你要是正確 那 剛剛其實他沒有做的訊息驗證的功能 那 有一個就是兩個合在一起 就是他既有訊息驗證功能 他也有可以做比較好的 區塊加密的模式 他叫做GNAC 那他的方式就是 把 他的方式就是說把Message 的Nation加進來 所以上面其實是類似的 他也是做了什麼的運算 那他其實就是 就是GNAC加CDR的綜合版 那他目前就是要對訊息 要做一些驗證 就是判斷是不是 就是來源是不是你要的 那 有些Message 他也順便是可以展示一些訊息 比如說我是用什麼方式的驗證 或是 我相關的一些東西 所以有些訊息他沒有需要 他可以讓你接受 他可以知道 你用的是我 我要求的 或是相關的 或是順自理台的 就是 所以他可以把Message 換放你的IP 或是順便等等 那可以識別說 你過來的是 我真的就是 你是要解密的 你這個單元 對 那這些訊息你也可以加到那個 Megman就先在這個地方 都一起做迷算 然後Megman 然後跟著那個 那個 那個你的那個 加密的密碼一起傳出去 然後那個 接手法 那 這是 GCN的模式 那趨勢看起來 好像沒有 他其實 上面就是 我剛才講的是 G 就是把它連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 看起來比較亂 其實就是 CDR的那個 綜合模式 一個是訊息電證 一個是之前那個 巨塊加徵的模式 然後它綜合在一起 攪拌起來 那 那 呃 講這麼多模式 原因是因為 OperSSL 他其實 有提到就是說 在5.6以上 就是 你可以建議使用 用那個 CBC的模式 就是你要設定 你的巨塊加密碼 那 AS它就可以設了 你的Key有多長 它有 128 19的 就可以選 那 反正又用128 那 你 然後再就是 你要產生 那個 長度的話 就是 隱藏度的那個 初始化小 因為它是 CBC 所以你要有 那再就是可以 把它 加密 加密出來 然後得到 你的密碼 那密碼它是弱 或是 它密碼是翻了 那如果你要為了 傳輸一些方便的話 你可能就會用 比如說 FASC-10等等 去做冰碼 那 如果你是 5.6以上的話 你 到後面 因為你要做一些 訊息騙證嗎 因為它這個是沒有 所以 這個是沒有 訊息騙證 所以你要偶外做一個 就是 把你剛剛那個 跟做的 HMAP 然後 然後 就會把 這相關 一起傳 傳出去 然後把它用FASC 連碼 連完之後 把這個 區塊這樣 區塊的那個 密碼 傳出去 傳給你想要的 接手法 那 接手法拿到 它就會先抵扣 它就會先把這個 GAMAR 接出來 那因為我剛剛看到 我們是把 初始化交 跟HMAP 還有這個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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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起傳出去 那所以它就可以 都不可以切 切字出來 把這個 得到無料 還以Initial Vector 跟HMAP 就是我的Message 這個時候 就會順便做一些判斷 你的技術來源 是否正確 那還有 三個再試過 就是知道你的 那個密文 那 然後密文之後 你就可以再把 解密解出來 解密解出來的時候 就會 就會順便就是算 算出你真正的那個 密文出來 那 這邊就是 前面的那個 就是順便去判斷你的那個 那個 解 day 來 也就是 判斷 那個 HEI 是不是 aynı 順便判斷 rigid requirements 正式 正式責任 那 7.1以後 因為 因為 我們剛剛說講那個GCM 接點以後呢 它有支援GCM 的模式 所以用主在加工程度直接用GCM 那GCM 主要是說 它的Message的Organization 跟那個是一起的 你就不用在另外一區算 所以它這邊就是 呃...一開始 就直接去拿到它的那個 初始化項量之後呢 它這邊可以直接做加密 那加密完之後 你就會 那這邊的解密相關的就是 會審明掉一個 MessageOrganization的模式 那... 因為它裡面有算 所以它就是順便去驗證你的Message 所以你不用再自己去 做額外的MessageOrganization 就不用再去做 額外的訊息的驗證 做這個步驟 所以它這邊就是會 在SimpleCode來講 它就會審明這個部分 好...那... 下一個... 這是在7.2以後的 那個... 官方會支援的東西叫做 送點 那它是一個 比較現代化的加密的技術 那它其實是Polk版本 叫做Networking 那... 它是一個... 用C型的一套 就是在網路傳避下關的 密碼加密集圖的一個 那... 那... 就是它來講說... 你如何用這個來做一個... 在電力器裡用一套 你來用Sodian Group 來做... 你的加密集圖的預算 那... 其實... Sodian 其實它是一個... 集合體 那... 集合體就是說 它包含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 第一個它是用... 脫離訊驗的方式 加密做一個... 數位前章 那... 呃... 剩下這個就是... 它還有說... 它還有... 它還有包含一些... H跟AES的... 兩個區塊加密 所以... Sodian 你可以看成它是一個... 綜合體就是... 包含的... 雜錯加密跟介密的... 一個... 集合的一個... Library 那... 呃... 它可以... 呃... 避免掉這個... Side Channel的功能 Side Channel的功能 就是說... 旁門攻擊就是說... 你可以去算... CPU的時間... 然後去推斷出... 你的那個... 比如說你用RSA 我強管加緊你的方式... 去算出你的那個... 頻率... 然後再進而去... 解密出... 可能的疑問是什麼 那... 那邊那個就是... 看你的... 音體的... 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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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個... 去... 去做一個... 去做一個攻擊... 去...去... 所以就是... 很像旁門做到... 那... 它可以避免掉... 因為它... 它做完之後... 它... 它每次的那個... 變動是不一樣的... 所以... 比較... 比較難去推斷出... 它的那個... 可能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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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相關的特徵... 它可以... 把這個避免掉... 那... 它是完全不是... 就是... 它是官方直接... 搜索上去... 那... 它7.1跟7.0... 它用那個... 呃... 管理那個... 那... 那... 這是相關的... 那... 呃... 這個連算法... 去... 呃... 傳輸... 你的... 加密的訊息... 還有... 可以做數位千兆... 以及... 用... 那個... 呃... 雜錯... 當然... 就是... 沒有... AES... 就是... 做那個... 用AES... 這個區塊加密... 做... 比較緊密的連算... 那... 那... Share Key就是說... 就是... 先提供一個... 提供... 提供一個...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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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是拿這兩個... 去做一個... 加密... 那... 呃... 那個... 一次性的... 根記... 它... 就可以... 把它解密結出來... 對... 它就是用共享的方式... 去... 達到... 加密跟連真的... 那個... 算法... 那... 呃... 傳輸... 加密的那個訊息... 就是... 比如說... 有個Bub... 一個AES... 那... 他們想要... 中間要... 中間要傳那個... 加密的訊息... 那... 所以呢... 那... AES... 他就會... 給他... 給他一個... 給AES... 給他一個... 呃... 他自己的... 那... Bub... 他自己就留著... 他自己的... 那... AES... 就留著... 他自己的... 那... 首先呢... 呃... 那個... 他們個別... 他們自己建... 他們自己的公司藥... 那... 他們就... 依照這個方式... 慢慢把... 他的公司藥都建好... 那... 建好就會找到...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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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他自己的公司藥... 那... 再來就是把... 那個... 工藥... 互相交給對方... 那... 再來... 他們就可以開始... 開始傳輸了... 那... 然後... 比如說... 我要傳一個訊息... 那... 我就... 我就把... 我就先... 產生一個... 可以... 就是... 隨意的... 一個... 一個... 那... 這個... 那... 這個... 我的... 就是... 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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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然後... 來... 做一個... 一個... 那個... 叫... 那麼... 那個... 好... 祂... 來... 然後... 來... 做一個... 那... Door... 有... 他就... 來... 做一個... 一個... 就是把一個secret message 所以這個decryptive這個 變數字出來就是 剛剛的這個secret message 那再來部分就是數位簽章 數位簽章的話 它其實並沒有 對虛擬做一個講義 它只是說讓這個訊息 可以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驗證 只是把這個虛擬做一個簽章 那透過這個簽章 它可以去驗證那個訊息是不是正確 它會偏向是 messive authentication 那這個地方就是在做 數位簽章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 就是在驗證你的 數位簽章是不對的 就是因為你拿到那個 然後可以去驗證你的那個 來源的訊息是不是正確 那這個部分就其實跟 剛剛我們的SSL其實是一樣 剛剛其實就等到剛剛我們的SSL 那這邊的話其實也是用 AS的GCM 那GCM的方式呢 它其實就剛剛跟OS的方式 就我剛剛講的增加 它增加的部分就是在這邊的話 其實跟它剛剛是一樣的 不過我覺得它其實它寫的比較簡單 就是人家檢驗 有OS還要 還要用力的訊息 那這邊的話也是 這邊是剛剛介紹 介紹學的部分 就是剛剛是那個 這個 加密它這邊是解密 那再來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 Has1H是在7.2以後 有原生資源的阿根圖愛 那阿根圖愛的話就是 在收點裡面也是有的 那阿根圖愛它其實 得到的那個結果 的其實 其實跟前面其實是 會是一樣的 不過你前面用Has1H的話 你要用對演算吧 等一下會講 那這邊就是 一樣就是拿到 前面的話就是拿到 你要的那個 這邊是拿到你要的收點的Has1 那後面的話就是用 那個S1H 用阿根圖愛這樣子 然後也是拿到一個H 那 它的阿根圖愛跟S1H 有什麼不一樣 它其實就是在 得到的結果的 整個Byte的結果其實不一樣 因為 如果你用 那個 手點得到Has1H 上面這個 阿根圖愛的 然後它的後面這個Has1H 是 97個Byte 那如果是 用S1H 那 得到 用指定 像我剛剛講這邊 阿根圖愛的話 它其實是 整個拿到是 90個 那其實是 這兩個Has1 不一樣 可是 因為我在 翻一些資料 它就是2018年資料 可是 那個時候可能7.3 還沒有成熟 如果你是用7.3以後 那其實 在 Has1H的時候 因為這邊我們是設 阿根圖愛嘛 那如果你是設 這邊7.3以後 它其實會 支援一下 阿根圖愛的 然後這個就是 會相容於 上面這個 那 我為了要驗證 那件事情 所以 這邊就是在做 相容性的 就比如說 我先用 收點的 CryptoHash 先 產生一個 我需要的Hash出來 那 這邊的話 就是用 Has1H 用阿根 然後指援 阿根圖愛的 產生一個 Password Hanging出來 那我們拿 Password Verify 去驗證 收點的Hash 那這邊 這邊我就順便 註解就是說 這個 只有在阿根圖愛的 只有在接力7.3 可以做指定 那 驗證出來的結果 就是 其實兩個都是一樣 就是 可以 代表說 這兩個是強的 所以 它得到的結果 會是一樣 前面是阿根圖愛的 那 後面 它最好是 可以互相的 去 接用 那這在 某些 情形那樣 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比如說 相關的一些 Verify 就是一些 你要做驗證的話 它其實是 不會有像之前的 相容的問題 不過以前也是 你的PAP 要是7.3 那這邊就是 我做的 就是 Sodian Hatch 跟SWord Hatch 那 我就拿 Sodian Hatch 產生的 Sodian Hatch 然後把它放到 SWord Verify 那這邊的話 是倒過來 就是我拿 Sodian Verify 去放 用SWord Hatch 產生的 SWord Hatch 對 結果就是 都是 OK的 那 這邊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 會 要拿 使用者的 一些 密文相關的 東西 來產生 一些 它的 警告 就是有某些 情況下面 那 這邊就是說 你拿 SWord Hatch 過過的 值 拿去產生 User的 警告 而不是 使用者的 密文 SWord 去產生 給它 配對的警告 那 因為 後面 後面 那個原因 是因為 它會被 有可能 被拆出來 它的 User Pasbook 的 密文 是 你不是拿 User Pasbook 去產生 它 相對於 User 那 這邊的話 就是 它會去產生 一個 3 2 它就是 去拿 Hatch 過後 的 那個 Pasbook 產生 它要 的 那 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 收定 它提供了一些 相關的 一些 內建的工具 那 第一個就是說 裡面有一些 敏感 它可能會 都在Memory 做一些運算 運算完之後 它可能Memory 就會存在 記憶體上 等到 記憶體重新開啟 或是關機 在啟動之後 它就會 消失 那為了避免這些 Sensitive Data 會存留在Memory 裡面 所以 為了一些安全的考量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 彈刺 它可以幫你把一些 敏感資料做一個 模組的動作 那 後面這兩個 就是說 它會把一個產生的 Bine 因為你產生一些 Ridden Bites 就產生一些 相關的 有可能傳輸 或是一些相關的運算 你可能是 需要做一個轉換 所以它提供那個轉換 就是把 持六晶位轉成 Bine 它把Bine 那 那 收點它提供這個 Bine 那你會想到 PATCP它不是內建有 Bine 那它 這個 它這個Bine 跟 那個 PATCP它內建的 方式有不一樣 就是收點它是 它自己的那個 Random出來的 一些Mine 相關的 它有做一些 它有做一些 優化跟一些設計 所以它跟 它跟 它內建的 S2B 還有Bine S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 當然就是 剛剛 Base60 其實它 可以把 Bine 轉成Base60 那這個 這個是後來 才有出現的 這個 我們那時候 再去 找 找 的時候 相關的資料 這個好像在 208末還是 2019年初 它才有提供這個 方式 S60 就是把 變碼 把 可能 比如 例如 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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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把 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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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想要 就是說 那個 功能太多 太長 不好記住 或者是 一些 都不知道怎麼下 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 那個 官方文件 可能 沒有那麼的 完整 的情況下 就是 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有什麼 Bine 或者什麼 可能大家搜尋一些 Gruple的 對 那我也就是 幫各位 就是找了一些 可能一些 下一些關鍵 找一些可能的 所以我就是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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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不是講說 就是 7.2以後才會 升職員 那如果說 你會用 你還在用 7.0或7.1 你不想 用DECO去 裝 Solid 擴展 的話 你可以用 它的一個 裝案叫 Solid Compact 就是一個 它這個裝案就是說 它 去相容一些 它其實是用 純片 去使作 剛剛講的一些 對 它就是去幫你 擴充 你的 這些相關的 對 對 再來就是我找一下 Solid Arrival Solid Arrival 本來就是找一下 那就是找一下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相關的 那個 一些 有沒有可能 可以用的一些 那我後來有找到幾個 那下面這個 比較偏向 就是 呃 在去年有一個 國外有一個人 他就把它發給了一個 那 他是在講 Solid的這個 OK 那 Solid的Rapper 就是在 2008年 那 對 那 可是呢 有些東西 它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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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整 因為 我們剛剛看到 它只有 我想找一下 只有39 那 有些可能就是 還在開放很多 對 那這就是你的機會 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 幫他做一些 開的動線 讓這個 送電路 變得更好 那大家就可以 大家可以通過 OOT的方式 那 OFACE的Rapper 就比較多 大概100 100多 所以你順便 怎麼可以 對 就是它 生態器 有比較完整 那 最後 都給大家一個 總結 就是 趕快 把 什麼 專案啊 什麼的 把它放到7.2 那 就不要用 Increase 就該用 OFACE 整個字 就是手機 那 就不要上來 Vue Hash 就是 內建口卡 還是要Pace Wahash 很好的 最後其實 我想要弄個 Demo的Dark Environment 對 不過 太多人 沒有 做完 就發現 沒時間用